未经许可,未经许可,不得不一期 明天见 和大家分享外脆内软 今次有大家分享外脆内软 買上非常吸引的香煎护茸腐皮卷 好 第一步我們這裡有芋頭 我們把它去皮然後切粒 切完粒之後我們就放進蒸爐裡 蒸至軟身 似乎你的芋頭切粒粒的大小 通常大約15至20分鐘就可以了 我們蒸芋頭的時候 就準備其他的餡料 我們事先切好一些洋蔥紅蘿蔔和冬菇 我們現在就可以拿去爆香 炒到大分量之後 我們現在加上少許調味料 就有生抽和胡椒粉 好 很快 我們盡量想這些蔬菜還是乾身 現在就可以先炒上去 芋頭還在蒸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準備這張腐皮 我們買回來之後 就拿一張濕的廚房紙 我們擦一擦乾淨 用溫水擦就可以了 好了 擦乾淨之後 我們現在就可以把這一塊 腐皮裁剪成長方形 首先把旁邊這些有弧度的位置切掉 這邊也是 我們現在這裡有一大塊 差不多長方形或正方形狀的腐皮 再把它對摺 然後剪開一半 再對摺多一次 然後在中間這裡切開 我們現在可以一大塊做到四個腐皮卷出來 這個時候我們的餡料也準備好了 腐皮也準備好了 現在就可以看看芋頭的蒸成怎樣 你看到芋頭熱辣辣 而且它的顏色都變了 譬如有些變得深紫色 這些通常已經是熟了 我們先拿一支叉來壓一下 看看壓不壓得爛 我們壓到差不多熔得七七八八的時候 我們可以留一些細小粒在裡面 吃起來的口感也會好一點 我們就把它拌進去 剛才炒好的蔬菜裡 餡料裡還有其他的材料 再加上蔥粒 麵包糠 還有生粉和雞蛋 還有生粉和雞蛋 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拌勻了 顏色多漂亮 拌勻之後 我們現在就可以包起這個腐皮裡面 用中火煎到外面金黃色 放上碟 再加上碟 再加上碟 你也快點嘗嘗啦